两个熊孩子在枕头下发现妈妈藏的气球,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拿着去找小伙伴做交易。 小伙伴看着男孩手里的塑料袋,不相信这是气球,便提出要焰火,男孩就吹起来给他看。 交易完成后,彼此还约定谁也不准后悔,谁后悔谁就是小狗,趁孩子不在家,达结想和妻子亲热, 雀子们也找不到枕头下的气球,只好铤而走险,完事后达结去给方杨的父亲送帆。 见到父亲,达结解释说是因为摩托车出了点问题,所以耽误了些时间。 父亲疑惑地问达结。 达结气愤地点了支烟说。 达结用烟头把兄弟俩的气球烫破了,一旁的爷爷指责达结,为何要弄坏孙子的玩具。 达结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那不是小孩玩的气球,等下次到现场了,给他们买彩色的大气球,殊不知。 正是因为这白色的气球,彻底改变了达结一家往后的生活。 第二天达结和几个邻居给羊洗澡,他们把羊一直一致赶入沟区,让他们全身都浸泡几分钟后再赶出。 这其实叫羊药语,水里是加了药的,这样可以有效地杀死羊身上的寄生虫,降低换羊借选的风险。 这时邻居带着儿子过来找达结,指责达结不好好管教他的孩子,然后生气地拿出兜里的气球,还让一旁的儿子吹了起来。 邻居说昨天在全家吃饭的时候,儿子拿着这个跑进屋,把一家人都修死了。 更糟糕的是他的老父亲问他的大女儿这是什么,结果大女儿被修得直接跑出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而且自己新买了哨子。 就是被达结的儿子用这白气球换了去,众人听后都哈哈大笑,达结解释说这些他也不知道。 毕竟是孩子偷走的,他也没办法,但对方依旧不依不饶说达结一家不知羞耻,说着便跳过来和达结牛打起来,退让中两人一起跳进了腰浴池里,直到达结的儿子吹响口哨才停了下来。 但气球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为了提高自己家养的质量,达结和好友借来了一只幽等的种羊,父亲还给种羊击上了红布,说是图个吉利,达结正值壮年,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在县里上学,儿子和小儿子还在身边。 达结将一只两年不产羊膏的母羊拉出来,单独圈了起来,既然不生养就避免浪费种羊的资源,他准备往胖了养一养卖个好价钱。 这天卓嘎骑着摩托来到卫生所,向周大夫提出自己想要劫杂,不然每次都提心吊胆的。周大夫说不是有给免费发的寄生用品吗? 周大夫说做手术需要预约,刚好可以和下个月的那一批一起做。 要是着急的话就先上个缓。 卓嘎一听便说。 跟上看看。 所以对,让你罗子的公子进行吗? 你也不知道如何互动啊,你不认识你这一批会是什么名字吗? 怎么做就这么说了? 我不是发生了吗? 我只是说什么? 卓卡刚要走 周大夫又叫住了他 然后掏出一只气球给他 临走时还安顿卓卡少给达杰吃羊肉 羊肉是很自补身体的 卓卡做尼姑的妹妹卓马回了化园 顺路来学校接外甥 不曾想在学校遇到了他曾经的恋人 他本想躲开走掉 但还是被对方认了出来 男人拘谨地过来寒暄 而卓马却不敢抬头看男人的脸 男人现在是县中学的藏文老师 曾经因为被家人阻挠 两人因此产生误会只好分开 卓马一气之下选择出嫁 而男人也在后来娶了别的女人 分别是男人送了他一本自己写的书 里面有他与卓马的故事 卓马勉强收下 然后带着外甥匆忙离开 再回家的车上 卓马从外甥江阳的口中得知男人已经离婚 而且男人的这本书还在省里获了大奖 晚上全家人吃饭时 爷爷对江阳说 自己最近老梦见他的奶奶 明天想带着他去给奶奶点素油灯 江阳因为身上有一块和奶奶一样的纸 全家人都认为他是奶奶的转世 江阳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 第二天卓马在床上翻找那本书时 却在枕头下面意外发现一个塑料袋 他问姐姐这是什么东西 姐姐不好意思地上前解释 卓马听后赶紧扔到床上走开 姐姐赶紧拿起塑料袋在藏回被子下面 然后从床上找到了卓马的书 姐姐问卓马看的是什么书 卓马打开书给姐姐看 说着生气的姐姐直接将书扔进了灶台 但妹妹却直接伸手取了出来 因为书里有她放不下的东西 有她和男人曾经的美好 她认为自己犯的罪孽 就应该让她用毕生来偿还 这天正当卓马出去化缘时 男人找上了门 她想再见一面卓马 因为她知道他和卓马之间有很多误会 但却被气氛的姐姐阻拦 卓噶骗男人说妹妹已经回了寺庙 然后把没烧完的书还给了男人 并警告男人不要再来纠缠卓马 几天后达姐和江阳去给朋友还种羊 为了表示对朋友的感谢 还回赠了朋友一头母羊 正当他们高兴地喝酒吃肉的时候 家里打来电话说爷爷在放羊的时候 突发疾病去世了 得知消息的达姐愣在桌旁 当她和江阳赶回家时 卓噶已经请来喇嘛们为父亲送金祈祷 希望老人能顺利地投胎转世 达姐问喇嘛父亲的出病方式和时间 喇嘛说需在明天早晨的四到五点之间进行火葬 天还没亮 达姐强忍着悲痛将父亲的遗体抬上车 将逝去的人捆成蹲撞后 放入大白布口袋是这里的一种丧葬习俗 一路上 达姐和儿子已在老人尸体的两边不停地为老人送金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躲 终于到达火葬场 看着壁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 达姐和儿子悲痛不已 从火葬场出来后 达姐直接娶了上师的家里 他求上师帮看一看自己父亲的亡灵会转到哪里 上师问了属相后拨弄了几下佛珠 亲人的亡灵能转世回自己家是一件吉祥的事 但达姐却很是疑惑 回到家他把上师说的话告诉妻子 妻子也很是疑惑 达姐对上师的话虽然疑惑但却深信不疑 因为当初母亲去世时 上师就说会转世到家里 结果大儿子出生后 身上就有一块和奶奶一模一样的纸 第二天早晨 卓嘎和达姐说 他昨夜梦见这只不产膏的母羊生了一只小羊羔 有些不放心 卓嘎去卫生所一检查 自己果然又怀孕了 这该怎么办 自己已经有三个孩子 若再生一个就会被政府处罚 周大夫建议她 回到家他和妹妹说了这件事 也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妹妹 但妹妹却希望她把孩子生下来 姐姐听后戳气了起来 本来再过不了几天就要做劫萨的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怀了孕 夜里卓嘎和达姐说自己不想要这个孩子 却遭到了丈夫的强烈反对 达姐相信这就是父亲的转世 卓嘎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她是担心再生一个孩子会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不堪 供一个孩子上学都很吃力 这眼下后面的两个孩子也即将需要上学 再生一个怎么可能养得起 还得被政府罚很多钱 正说着达姐就一巴掌打到了她的脸上 错愕片刻 卓嘎伤心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达姐来向卓嘎道歉 说自己是意识冲动 并向卓嘎做出沉默 只要她把孩子生下来 她保证戒烟戒酒 会更加努力地养家 卓嘎没有说话 因为她已经暗暗下了决定 她趁丈夫不注意 偷偷来到卫生所准备拿掉孩子 得知消息的达姐带着江阳冲进手术室 达姐瞪大眼睛盯着妻子 卓嘎虽然是女人 但却连自己子宫的主都不能做 只因着莫须有的转世之说 无奈卓嘎只能选择生下孩子 回到家卓嘎目睹作声 妹妹提议让她和自己回寺庙静心养胎 走的时候卓马又问姐姐自己的书在哪里 姐姐骗她说已经烧了 让她放下这心中的牵挂 走的时候达姐和孩子们出来送桌嘎截 卓敢没有回答 要想到尼姑她必须斩断着所有的牵挂 身为一名母亲 她又怎么能舍得自己的这些孩子 出嫁如今对自己来说只能是奢求 江阳要开学了 大街准备来卖掉那只母羊 羊贩子和她在袖子里讨了半天假 虽然价格不是很好 但为了供儿子上学 还是咬咬牙同样 随后她将江阳送到学校 但江阳寄过报名费却一脸的丑容 她喊住父亲 说自己不想读书了 达姐听后很生气 但她知道这是儿子不想拖累家里 她严厉地告诉江阳 家里的是不用她顾虑 只管好好读书就行了 随后便扬长而去 达姐来到集市赚了好久没有找到卖气球的 因为她答应过两个儿子 来县城的时候给他们买彩色气球 正当她要离开时 她带着两个红色的大气球回来 两个儿子看到便兴奋地跑过来 他们开心地接过气球玩起来 但没走多远 突然哥哥的气球爆炸了 他便追着弟弟想和他一起玩 两人追逐打闹钟 弟弟的气球突然飞上天空 故事至此结束 生和死是红白两件事 从刚开始的白气球 再到结尾处的红气球 仿佛是对人生轮回的比喻 生活在教法与人性里的女人 看似是佛教预言转世投胎的母体 表面是主动实则 却是被动的 受宗教和现实的瑕疵 就连自己的子宫都不能自己做主 一边是灵魂的信仰 一边是残酷的现实 到底如何才能将信仰与现实平衡